接下来要考验的是 命题的情感系 派谁 国立老师和张老师 这边是金婚组合 对 这边是 孙艺舟来吧 谁愿意跟我一对 都不愿意 我 你说求我 我可以跟你一对 你求我 我也愿意跟你一对 行 我们一对好不好 好 皮皮家我们走吧 好 两队 这道命题作文 就是根据你们不同的年代感 演出夫妻或情侣之间 从吵架到复合的过程 考验啊 老艺术家 前至2000万柔光公社 照亮你的美 本节目由Vivo手机灌鸣 根据你们不同的年代感 演出夫妻或情侣之间 从吵架到复合的过程 哦呦 哇 考验啊 老艺术家 这个太有经验了 没问题啊 金婚队这边 关键词是情书 你们的关键词 求婚 哦 求婚 小元队先来 来 二位请 十年前 一部经婚 用真实的中国式婚姻史 引发了国人的共鸣 张国立和蒋文立 用浓缩的五十年婚姻录 带我们探索出的 爱情真谛 和文立同志恋爱后 保证不按其他女同志 你干嘛躲着我 因为我有交情 谁不知道李天娇呀 前天缠着你同工 我连她的手我都没碰一下 你没叛她的手 你叛她的心了没有 你 胡说八道什么你 十年后 这对欢喜冤家 再次相聚在王牌舞台 他们将带来 怎样的精彩表演 让我们拭目以待 文立 今儿可是情人节 咱虽然老夫老妻了 咱也浪漫一回 我呀给你准备了一样礼物 我收到了 收到了 这才怪啊 我这准备给你 你在三线什么也没学会 学会脸皮厚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看看这是什么 这不是信吗 谁的信呢 这是你的情书啊 我哪儿来的情书啊这个 你跟李天交的事 全场都知道了 你还装什么装啊 都给你来情书了 你还在这儿给我送花 你想怎么着你 有完没完的这件事 我早跟你说清楚了 我跟李天交什么都没有 人家李天交就是一个心 到常里来的小姑娘 小姑娘 小李 你还要不要脸啊 同志 同志 你这话可越说越过分了啊 我怎么过分了啊 我告诉你 不管别人怎么身为 咱是夫妻 你对我要有点信任呢 我对你信任 我跟你说 这是什么 咱们别说这样 小李那儿 我连她的手我都没碰过 你没碰过她的手 你碰过她的心了 完没完呢 这日子还能过呀 全门咱这儿 谁想跟你过了啊 我跟你说 你说你没事 你干吗要回来 我真是 我说你为什么要回来 你想怎么着 你想打我是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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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呀 有本事你打呀 打呀 我都不知道 你说我 着急忙慌了 我回来干什么我 我回来干什么呀我 我知道你回来干什么 离婚 离就离 我也不想跟你过下去了 回来 我这急急忙忙从三线 回来我要 哦 对了 我想起来了 我这 婚礼 刚才的事 我太急躁 没跟你说清楚 我在三线这一年 你又管孩子又照顾家 还得上班不容易 我一直跟单位领导打报告 请调回来 那单位啊 考虑了咱们家的情况 就批准了 他调令来了 我想着今天是个情人节 这应该是我给你的 最好的一份情书吧 请调回来 好 哇 哇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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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说对方的队友 你们还想比下去吗 现在其实可以结束了 我知道你们心里很感动 你们可以退场了 谢谢 以后再联络了